在新北市虎头峰的攻击事件 新北消防局在今天中午接获通报 说双溪区的灿光辽步道 八名相约爬山的登山客 当中有七个人都被虎头峰遮 消防人员在十二点五十四分接触到 其中有两个人比较不舒服 分别是送往基隆长庚跟布立基隆医院 不过目前送的人一时都清醒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